短一点好了,我叫做W OK,所以第一个呢 请输入体重 体重的变数叫W 本来我是打一个位置,不过我发现 变数名称 取很长,其实是为难自己算了 先取一个简单的 然后呢,身高的话呢,那我就H 请输入身高 不过呢,后面我有除以100 为什么要除以100,因为 你BMI计算的公式 是要用公尺,不是公分 不过我们习惯上 会是你是身高几公分 那接下来我就去计算那个 BMI的值,所以BMI的 一个变数,它就是怎么样 把 这些值,就是 体重除以身高的 平方,OK,然后呢 不过Flows其实这个外面 可以不包,没关系 因为反正它这个已经是 浮点,你多包好像多余 OK,好,那把BMI 计算完之后,你可以print它 所以第一步的话呢,我们可以先到这边 跟着它 OK,好 那底下呢,我先把后面的这些都注解 我讲过,注解其实 我等于是刚刚我已经写了 不过如果说我要先把它注解不执行的话 特别注意哦 注解一般是在前面加什么 加紧字 对不对 可是底下有这么多行 那你总不可能说一行一行慢慢注解 教各位一个很简单的诀窍 如果你要底下这些全部注解的话 选取它之后 按下Ctrl键 Ctrl加斜线哦 斜线是那个 呃,怎么 右上到左下哦 右上到左下 竹有没有 竹那个 键盘上竹 竹直的竹那个 Ctrl加竹 这样就OK了 这样的话呢 它就可以帮你把底下的程式全部都注解了 OK,啊注解意思说底下不执行 我们先看一下那个BMI 啊如果待会呢 如果说你要让它能够执行的话 很简单 再Ctrl加斜线一次 它又取消注解了 OK,这一招还蛮好用的哦 OK,那书里面有 书里面的注解啊 好像要打一个服务 不过后来我都忘记了 刚才就记这个就好了 OK,这一种方法最简单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步呢 我先把BMI先算出来 所以假设我执行 哎,身高 体重 体重的话 随便输入65公斤 身高的话呢 假设是175 OK,Enter 好,它就输出了 不过呢 这样输出的BMI 会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你只有BMI 你没有评语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评语可以帮我做出 长得像这样 底下有一个 像这样 诶,输入 输入完之后 BMI双引号 然后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并且呢 可以换行 所以刚刚有提过 有没有 如果我今天呢 要在BMI前后加双引号 还记得吧 什么 反斜线 双引号 你才会办法输出这个 换行的话呢 反斜线加一个N 就是换行 那你要加在这个里面 OK 另外有一个问题 如何让你的 这个计算结果 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那其实以前的Easell里面 各位应该有用过ROM的函数吧 ROM的函数 然后给它持 0.2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用格式化 有没有 格式化到小数点第二位 都可以 在那个我们Python里面 一样哦 也可以这样做哦 只是说要怎么做哦 所以接下来第一个 我们 先把这个先计算 到这个BMI 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是 再做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 因为我们根据刚刚在网页上面看到的 如果是小于18.5过轻 标准 过重 也是到过 这个重度肥胖 好 我们就把那个逻辑分别写 应该没问题啦 只是说呢 我要怎么样解决刚刚BMI 而且呢 最后可以把它变成 长得像这样子 双引号 所以我们慢慢要 做一点事情 那怎么做 第一个 BMI 所以我现在printed 这个地方 所以BMI 那我应该怎么 在这边加有什么 BMI 好吗 BMI 然后我们这个最后的结果是有个冒号 然后把这个BMI放在后面 所以呢 我就冒号 但是呢 因为我BMI要反斜线双引号 反斜线双引号 先要把它双引号夹住 那另外的话呢 还要串接 加一个string 转型嘛 不过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该怎么做 其实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 要不就是你怎么样 再 给这后刮壶加一下 要不就是在这个地方 加一个round 你可以在 BMI计算 的公式 加一个 R O U N D 前刮壶 移到后面 加一个 0.2 后刮壶 这样子 如果你加一个round 然后呢 0.2 表示说我要取得它里面的值的 到第二位 这样就OK了 然后我们试一下 理论上应该已经很接近了 这边 资金 然后刚刚的体重 65公斤 刚刚175 175吧 Enter 好 刚刚呢 试到小数点的 有没有 不过冒号应该 冒号应该放在这边才对 放错位置 放这边 好 然后标准 不过我最后希望怎么样 希望可以看到结果是 评语冒号 过重 那我要怎么做 有没有 前面可能要加一个评语 但是呢 如果 我 这个地方 假如说在每个 评语的前面 加一个评语冒号 评语冒号 评语冒号 这样好像有点太多语了 所以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诶 这个评语冒号 只要做一个 那我该怎么放在它 正确的位置上面 这边应该 我们可以怎么样 在这边后面串吧 可是你要怎么 串一个加评语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是 打一个评语冒号 评语 然后冒号 但是呢 要换行嘛 所以在评语冒号 前面加什么 反斜线 这个就是等于是 反斜线N就是一个换行 反斜线N 去吧 诶 输入法 很怪怪的 评语冒号 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 可以呢 可以那个 放行 然后并行 这个 但是会有个问题 我把它执行一下 这个地方 看一下有没有成功 65 然后身高的话呢 175 Enter 它已经可以看到 最后的结果 不过呢 会有个问题啦 就是 评语冒号 结果它 这边多一个换行 多一个换行 那特别注意 为什么这边会多一个换行 因为printer本身呢 它只要输出之后 它最后一定会帮你换行 如果你这个最后那个换行 不要出现的话 有个方法 你就怎么样 逗点 请你在那个printer的后面 加一个逗点 然后跟他讲说 我最后那个换行 不要了 最后 最后什么 最后打个end 等于不要 没有东西的话 就双引号两个 OK 如果你打一个逗点 等于双引号 这个意思是说 空字串 意思是说清楚啦 清楚我最后那个换行符号 那这个时候标准这两个字 就会上来了 OK 我试一下给各位看 所以最后我加一个 这个 然后run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的话就是65公斤 然后因为有run得到 小学员第二位 所以enter 好 最后各位可以看到 最后我要的结果 就可以看到 BMI 冒号多少 取到小学员第二位 然后换行 换行在这里 好 然后评语冒号 标准 把它串到后面 所以 这个地方 会多需要有一个 把后面 printer本身 带的那一个enter 把它吃掉 OK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地方主要就是 将来你要输出的时候 你要懂得 你想输入那些字串 怎么样去串 然后怎么样运用 去掉后面的换行 可以让它接在后面 用反斜线跟增加换行 然后前面这个就是 反斜线双引号 去输出那个双引号 刚刚有提过 OK 试一下